关注一经风水,找到成功秘诀。大家好,欢迎来到一经风水学。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人生难得糊涂,贵在知足。 一,心要简单,人要糊涂。 有人说人生两件事,忙着清醒做事,闲着糊涂做人。 糊涂是什么?糊涂不是装疯卖傻,而是看开看淡,远离是非。 糊涂不是老奸巨滑,而是活得通透,游刃有余。 年轻的时候,针尖对卖忙,看不惯的事大肆宣扬,不喜欢的人也要怼上半天。 成熟之后,时间磨去了年少轻狂,渐渐悟透了一些东西,糊涂是福气。 可惜很多人,宁耀,精明一世也绝不糊涂一时。 于是这幸福就像打转的方向盘,永远找不到前进的方向。 做生意时学会让利,短期看是糊涂,长期才知识智慧。 多一个生意伙伴,远比多一家劲力要强。 夫妻之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多包容对方的缺点,这样关系才能更加和谐长久。 同事之间,懂得大局为重,不争先后,终有人会发现你的付出。 佛家有云,人不可太近,事不可太近,凡事太近,缘分事必早尽。 人生在世难免会遇到不如意的事,碰到不真心的人,清醒的人看得太真切,太较真,于是烦恼遍地。 而糊涂的人无碍得失,便更能觅得人生的大滋味。 就像故事里,两个患有癌症的病人,耳朵灵敏的,三个月还没到就一命呜呼了,耳朵背的,不但活过了三个月,如今两年过去了,他还好好活着。 著名经济学家马银出先生说过, 苟无他故必活百年,人生本来就是一半清醒一半糊涂,若是犯事看得太明白,所有的快乐和辛苦也就跟着烟消云散了。 糊涂的人,时时悟者为俊杰,没有必要事无巨细,既累己,也累心,人生不满百,何必怀千岁忧呢? 人活着,糊涂一点,也不失为一种福气。 二,糊涂是人生的大智慧。 唐贤宗时期有一位武将,名叫郭子怡,郭子怡用兵如神,杀敌无数,已深救过二十余次,为唐朝的江山立下了汉马功劳,可郭子怡在处理日常事物中却常常放糊涂。 郭子怡当崖将时,与另外一位崖将,李光碧性格不和,势如仇敌。 当了大将后竟然放糊涂,向唐素宗举见李光碧,生平公主和郭爱夫妻俩吵架,郭子怡却放糊涂,要把儿子郭爱斩首。 生平公主只好回娘家,搬酒兵平息了这场纷争,自此想两口和好,再也没有打过架。 奸臣于朝恩趁郭子怡外出平乱,把郭子怡家的祖坟挖开,让其祖先暴施荒野,郭子怡竟然糊涂地把祖坟被挖出归结为天谴,让唐代宗及京城的百姓须惊一场。 他死后,唐德宗赐封他为太师,破格为他的坟墓增高十尺。 按理说,敌国王梁公藏,郭子怡生功高盖主,难免会遭到当朝的皇帝猜忌,可正是因为他的糊涂,不仅保全了家族还扬名立万,守护了唐代四代江山。 这是但愿生儿鲁血鱼,无病无哉,道工轻的难得糊涂。 所谓高人不过是心里揣着明白装糊涂,他们懂分寸,知其长而首席短,知其白而首席黑。 清末著名书画家郑坂桥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话,聪明难,糊涂有难,由聪明面转入糊涂更难。 放一柱退一步,当下安心,飞途后来报也。 聪明可以解除一道复杂的数学题,但智慧才能活出一个漂亮的人生。 有人说智慧就是学点聪明,装点傻,对别人不妨傻一些,糊涂一点,做事不那么精明,但是对自己,一定要把那股聪明劲拿出来,整得明明白白的。 王小波说,在我身上,追求智慧的冲动,比追求快乐的冲动要强烈,年岁越大,越要懂得收放自如,给自己留意于心安,用糊涂的心态做人,才是人生的大智慧。 三,知足,是低调的修行,古语有云,是能知足心长切,人道无求品自高。 人这一生,生不带来死不带去,唯有知足才能常乐。 什么是知足? 知足是心里不嫉妒,平日不愤怒,荣辱得失,过眼浮云。 知足是看淡世间万事,忘却心中烦忧,不争不强,随遇而安。 这世上没有不快乐的人,只有一颗不让自己快乐的心,房子温暖,你会嫌它不够宽敞,工作清闲,你会觉得报酬太低。 其实不是我们现在拥有的不够好,是你的心想要的太多,无形中给自己增添了很多烦恼。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年轻时,和几个朋友住在一间只有七八平米的房子里,却总是乐呵呵的。 后来朋友们都成了家,陆陆续续搬了出去,屋子里只剩下苏格拉底一个人,但他仍然很快乐。 他说,和朋友在一起可以探讨问题,交流感情,朋友走了,我有很多书,我还是可以学习,这难道不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吗? 在别人看来十分难解的问题,在知足人的眼里就是财富。 庄子在《逍遥游》里说道, 交流潮于森林不过一只,燕鼠饮河不过满腹,人又何尝不是呢? 良田千寝不过一日三餐,广煞万间只睡,卧榻三尺。 你羡慕别人五颜六色的饮料,但它们未必有你的白开水解渴。 人生本不苦,苦的是欲望过多,人心本不累,累的是所求太甚。 大雨过后,抬头看天的人遇见了彩虹,低头看地的人满眼泥泞。 知足之人,虽我地上,尤为安乐,不知足者,虽处天堂,亦不称义。 人生后半场,该扔的扔,该留的留,活好自己的一片晴天。 四,知足才会幸福,清淡诗人胡淡烟写过一首不知足的打油诗, 终日奔忙只为鸡,才得有时又思衣, 这下凌罗身上穿,抬头又嫌房屋低, 一日难免坐天下,又想神仙来下棋。 洞斌与他把棋下,又问哪是上天梯? 上天梯子未坐下,阎王发牌鬼来催,若非此人大陷道,上到天上还嫌低, 人的欲望是永远无法满足的。 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,到最后一样也得不到。 钱不要多,够花就好,朋友泛泛,交心就好, 慢慢余生,选择对的就好,一生碌碌,半事萧萧。 人这一辈子,凌罗绸缎也好,不遗寒食也罢, 看淡了也就不恼了。 与仕途擦肩而过,汤伯虎挥出不见五菱豪节目, 无花无酒出作田,悼念亡期。 纳兰荣若低吟,赌书萧得,泼茶香, 当时指道是寻常,回归田园之乐。 陶渊明不畏五斗米折腰,智者,凡事都往好处想, 不称不怒,不怨不意。 洪流中坚定自己的立场,分清史非黑白, 懂得以尽为退,人生不过三万天, 回头看看已走过一半。 俗话说得好,一山更比一山高,墙中更有,墙中手。 生活这场游戏,若是执意计较, 一成一吃的得失,最后累得苦的,终是自己。 人生难得糊涂,贵赛之足, 凡是看淡点,俘获相依,如是而已。 毕竟一张热脸,最后温暖的,还是自己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